另外在收集新闻方面 由兰森音乐公司主办克莱蒙市政府协办的 2019第八届兰森国际音乐节 于日前举办了闭幕式音乐会及颁奖晚会 晚会在声乐组共同出席 Annie Harley教授的优美歌声中拉开了序幕 兰森青少年交响乐团演出了多首美妙的乐曲 克莱蒙特市市长Cory Colley-K 兰森国际音乐节执行长Frank John 董事Jan Ng 总音乐顾问及电影音乐组主席Daniel Carlin 及新海音乐学院音乐教育学院院长辛迪 在律师的见证下为优胜者颁发了奖牌及奖金 兰森国际音乐节执行长Frank John表示 2019兰森音乐节中国海选与国内22个城市举办 超过6300多位参加了选拔 选出63位来媒与美国当地约700位选手同场竞技 那我希望说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就是结束了今年的2019兰森音乐节 同时我们起开了2020的另外一个新的里程 在今年我们非常骄傲地说我们开始了兰森爱乐青少年交响乐团 这一个是兰森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我们这每一年走来每一年一年一个脚步 一步一个脚印 那也得到所有这些媒体同仁们的见证 音乐节以城市之声为主题 横向整合中美两国音乐大臣主要大学和音乐学院建立平凡交流的平台 纵向则是以兰森为基础平台 整合其他音乐节及音乐比赛进行国际音乐大赛 2019兰森国际音乐节全体评讯委员 董事及美国音乐教师协会加州区总裁Lareza Rachmanov 高级顾问江启光及选手及爱乐人士等参加了闭幕式音乐会及绊脚晚会 网维视钱力涛洛杉矶报道